哈囉大家好 來稍微介紹一下 這一集新的七張地圖 對神族的感覺如何 第一張圖 因為它沒有中文名稱 所以就 念了 然後可以 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死神的跳點 這樣算是好封的 這裡只要 兩個建築 應該就可以輕鬆封起來 不然就是三個 這樣 然後 這張圖 特況比較不用 藍清貝神圖光炮 這邊 它那個石頭剛好封死 所以這邊要炮 炮不太了 不會炮到這邊的建築物 然後 這張圖如果是神打蟲的話 這張 這邊很適合山水井 我懷疑 我懷疑 我懷疑這圖 他媽是設計給黑色 黑色 在用的吧 再找個方法 如果把它鑽出來 就 就可以了 這張圖 三礦 三礦 三礦都會開這一邊 還算好手 不過是這邊 這邊也可以 因為這邊有一個石頭 整體來說 整體來說 這張圖應該也算 中型圖 這一季的星圖 好像都 偏大的樣子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這裡 這個 這個點位應該是 追劣 打得到的樣子 這個點位 追劣應該是 打得到 然後 這裡有個宇宙點 這裡也有 所以 人族空頭的時候 也會比較煩 大概就這樣 接著是 第二張圖 然後 這一張的死神跳點 也算好風 一個 水晶 然後 這裡應該 兩個建築 或者是 直接兩個建築 應該都可以 死神跳點 就這一個 然後 這張圖 何況也不太會被光炮 這邊也不能放 這邊都沒得放 所以不用擔心 聖大神 被光炮 然後 神打蟲的話 基本上也是 封不太了 這張圖 要光炮才有 這張圖 比較奇葩的點 大概 他的這個 石礦 他這裡有個 金礦 石塊的 所以只要挖 4次就可以通了 所以這裡 PVD應該是 不太可能會被挖 因為這邊 特礦應該會有失業 然後 這邊要注意 就是可能 這邊會被坦克架 蟲打人的話 神打人 這邊坦克架起來應該蠻強 然後 他的山礦 也是蠻寬闊的 他可以從這邊進攻 或是從這邊進攻 山礦整體來說 偏遠 應該是不好守 然後這裡有個宇宙空間 空頭也不好守 整體來說 這張圖也是 也算中型圖 這裡還有個緩術力場 如果重組12D的話 應該也不會那麼快就過了 然後 我覺得這裡設計一個這個 不知道是 媽的不知道是 鬼才會踩 媽的有兩個 瞭望台 瞭望台 基本上 神族應該是 用不到 這個打掉會崩掉 所以 等下很後期才有機會打 這張圖也是設計的蠻奇葩的 然後 主礦的浮力力算大 這邊 應該是 應該是 沒有什麼 太大的特點 要注意的就是這個 這個可能會有 被架坦克的問題 或者是 應該就沒有了 張圖感覺對神族來說也 普通 但也應該是沒有到好打 三光開完的話 我要開這邊的四光 應該算 好開 這邊比較正 介紹這個第三張 這張圖的 死神跳塔應該要 兩個建築應該是 蓋擋不住 應該要這樣 然後這裡 這只能放在 一個BY 這裡 張圖的二礦也不用 太擔心會被光炮 因為 它這裡也封不死 它這裡封死的話 要四顆水晶 對於要光炮來說 太 太麻煩了 然後二礦這裡 如果是聖大衝 感覺 這一季的地圖都設計的 沒有要給你炮的機會 不好炮 然後這張圖 這張圖 不算是一張大圖 這張圖的三礦應該會開在 應該會開在這裡 這個三角 三角點尾 因為如果開下面的話 它進攻的時候 這裡 人組 或是 被進攻的時候 這裡 這裡是個低 低打高 萬一你的兵在這裡 變成低打高 或是 這邊倒是還好 然後 如果是開這邊的話 相對來說 它打過來 可能在這邊 或是這邊 都是高打低 會相對好手 這張圖可能要注意的是二礦這個口 二礦這個口 比較大 而且是平的 所以 重組應該會 打那種 假三開針爆狗 這張圖應該蠻強的 然後 這裡也有宇宙電位 這裡最練應該打不到 這裡三礦開完的話 可能就會緊接著 四礦可能就往這邊開 相對好手 而且這裡還有個四礦 然後這張圖 這張圖 這張圖應該算是 比前兩張都還要大一點 這個如果打12敵 過來的話應該都會滿 還有 農民如果是12農水晶過來 要擋蟲族這個礦 應該是 看起來應該是打不太大 但也不太 不太確定 這張圖我覺得對神族來說應該是 還可以 就是如果 這邊沒有被爆狗打的話 這張三礦來守的話 應該是蠻好守 人族應該也是 坦克架起來應該是不難守 可是這裡 可以被 這裡空頭跟 這裡空頭 會比較難守 然後這裡會被挺 然後中間這裡就沒有什麼 太特別了 這張圖也是蠻漂亮的 介紹第四張圖 這張圖 顏色偏暗 螢幕不好的話會 看不太到 我的死神跳點也 很好封啊 這裡一個水晶 然後這裡 BGBY封起來 這裡他有 這裡他有特別左 所以算是好封 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比較清楚 這邊封起來就可以了 然後這張圖的腹地 不知道在 大幾點 有夠大打 有夠大 然後 惡礦的話 惡礦這也沒得光炮 想炮也沒得炮 實在是 太大了 這邊也要四顆水晶 惡礦後面 基本上也 沒機會 對 不過這邊是一個斜坡 這一季蠻多圖 這邊都是斜坡的 所以對於防守來說 相對好處 但是這張圖有個 很大的問題就是 他這個腹地都是超級霹靂無敵大 這裡很大 這裡很大 山礦開這邊 這裡也很大 所以對於神族來說 他會非常難守 尤其是PV力的情況下 PVT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太難打 應該是還 還可以 就散開來打 反正 現在窄的圖 對神族來說 也沒有什麼 有 有死 這裡有個宇宙點 屁股後面 這裡也有 這裡 這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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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不會 這裡最烈應該打到 這裡應該是最烈打到 然後這裡的話 這裡的話 這裡的話 應該也是打得到 這裡應該打到 這張圖的問題就是 他這個路徑都太寬了 所以如果 PV力比較弱一點的 這張圖可能就很難打 這張圖如果要用巨像 巨像哨位的應該是 不在限時 然後 這張圖從這邊一路這樣走過來 這樣走過來 這樣走過來 其實也是有一段距離 所以12滴應該也還好 這張圖的特點就是 特點就是 真的好大 如果是 空頭一些 人族空頭的兩船兵之類的 這裡可能會很熟 對人說會不好熟 但整體來說 也還不到 應該也還不到 要把它BAN掉的情況 但這張圖就是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篤礦附地要設計的 不大 接著接下來 介紹第五張 這張圖 設計的是滿漂亮的 花花草草 然後這個地板 還有這種 一條紋發霉的感覺 特別的 然後這張圖 就比較特別了 這張圖 死神跳台在這邊 它可以這樣跳上來 所以這張圖 要封死神的話 要這樣 不能往下 要往上 然後這裡一個兵營 這裡 一個鼻歪 應該就封不住了 這裡要往上一點 不能往下 往下的話這裡會卡到 這裡會流一個風 然後二礦呢 剛剛二礦 高機率被光炮 它這個石頭 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設計在這邊 設計在這邊 不知道是不是做歪了 這張圖 這裡一個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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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光炮就從這邊放 光炮有夠貼的 它這個放個 喔 擠不出來 然後這裡放一顆 它可以往這邊打 打完之後 打完之後 它再往上 往上來這邊 蓋 然後它就能打到 這邊 所以這張圖 神打神 神打蟲 高機率 高機率應該會被光炮 這張石頭 不知道是不是 設計錯了 它應該是要 這邊才對 不知道怎麼設計在這邊 然後 它這個二礦也是斜撥孔 它這個二礦也算是那種 投手的斜撥孔 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蓋 這樣 這樣 這邊 好 這邊 比較怕毒爆 可是它是斜撥孔 所以下一版 蟑螂那個結尾削弱 增加時間也會比較好爽 然後這張圖的山礦的話 該會開這個三角形嗎 還是開 應該會往下面這邊開 因為 如果是往這邊開的話 PVD可能可以往這邊開 因為我是PVT可能這裡會被架 這邊我被架坦克應該是蠻好 可是這邊的話 因為 低地跟高地都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 三礦應該會直線型的下來往這邊開這樣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宇宙點位 這裡還有這個 奇怪的東西在跳舞 然後四礦就可以往這邊開 三礦可以看到底要開那邊 然後 當圖比較特別的地方大概就是 這個石頭打掉的時候會 掉下來的 他會掉下來這邊 不知道為什麼要設計 設計 也沒什麼差啊 從二礦 他從這裡進攻 會走上或走下 他就一路往中間這邊 穿過來 沒有 這塊應該是沒有什麼差異 不過這張圖的特點大概就是 做的真的算漂亮 然後是一張中型圖 布地的大小就正常多 就不像剛剛那一張 然後四礦 四礦五礦都算是好開 都沒有那種太特別 然後後期的話 可能才會把 這個石頭拆掉 這個應該是不太可能會用 不太可能會有什麼變數 這個也是 然後這張圖也沒有什麼黃金礦之類的 所以這張圖我認為 應該算神族應該算好好打 這張圖可能是目前看下來 長得漂亮又算 應該是不難打的 介紹第六張圖 這張圖 這張圖的死神跳點 就相對不好封 因為他是一個 軟腳 所以這張圖死神跳點應該要這樣封 但 不確定這邊能不能被跳上來 這邊可能他還有實測過 才知道 這張圖 相對比較不好封一點 然後這張圖的二礦 基本上也是沒辦法被光炮 因為他這裡 這個石頭就正常 跟剛剛那張比起來的話 設計就正常多 不然這裡可能會贏本 也是不行 這張圖基本上 應該是不會被光 被光炮 這礦也沒辦法 他自己的圖設計 還不太會讓石頭太能光炮了 然後 然後三礦應該是往這邊開 因為這邊到這邊 是很近的 而且也蠻好守的 如果他坦克架這邊 你從這邊走過來 你就可以 爆甲 然後也不用擔心 他坦克架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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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T的話 這邊應該是打不太到的 然後 這裡也有個宇宙點 然後裡面這個 這個好像 應該也是打不到 然後 這個的話 這個應該打得到 這裡應該 追獵應該是打得到的 然後這張 的實況 這邊 這個這麼寬 可能 神打人的話 閃失兵營閃追應該會蠻強的 像是那個 這張圖的閃追這邊應該是蠻強的 不管是PVT還是 PVT 這裡有一個冷靜 哨兵風口 然後跳上 這張圖的閃追應該蠻強的 然後這張圖也算是一張中型圖 他從這裡走過來 這裡還要繞 因為這裡有石頭 所以還要再繞 繞完之後還要再繞上來 所以其實過來也是有一段距離 這張圖 1%應該是還可以 一波應該會 沒那麼 沒那麼強 然後這張圖的附地這裡也是偏大的 所以如果 可能會被投什麼吧 像是 以前那個什麼 野影刀啊 BR 野影刀在這裡 就你前期手那種一波的時候 可能這裡野一個BR 然後上來穿什麼 然後三兵一、四兵一這種 這裡 前期要被注意 會不會被野水盡禮 野油的沒了之類的 然後我的惡礦也 不是一般的風華 一般三個角色 放棄 然後這個獅礦 這個獅礦也算好守 他進攻的話要從這邊 或者是他從這邊繞一大圈 他才能 他才能從這邊進攻 所以這個獅礦其實也不能守 接著是第七張圖 最後一張 張圖的死神跳點也算是很好封啊 只要一個水晶 然後這裡兩個瓶眼 應該就封了起來 如果不行的話 不行的話 可能就是這裡吧 然後 這裡再兩個瓶眼 封了起來 對這一季的 封死神都算是相對好封 可能只有除了一張比較不好封以外 整一下相對都好封 然後惡礦這邊基本上也不太會被光炮 因為他這裡 這裡 這裡他如果再凹進去的話 就是 這裡如果可以放的話 光炮還可以勉強放 可能這裡兩顆 然後這裡一顆 但是他這裡設計不能放 所以基本上 然後如果是PVD的話 PVD的話這裡要四顆成本偏大 對 這裡要四顆 所以一般來說應該也不會放 然後惡礦是斜坡孔 這一季的惡礦幾乎都是斜坡孔比較多 都算是 跑峰啊 PVD的 神大蟲的話 都是建築學 然後 山礦的話 這張圖的山礦應該會 蓋在這裡 因為他這裡是兩個斜坡孔 防守的話 會比較好防守 而且 從這裡走到這裡 也是有一段距離 如果是開在這裡的話 那可能會在這裡 會被被迫交戰 或是開在這裡 開在這裡他進攻的話 繞過來的距離差不多 可是 就變成說他有一個口 兩個口 三個口 然後你可能要被迫在這邊交戰 那如果你開在這裡的話 這裡有兩個斜坡孔 PVD你可能這裡蓋個 三四個兵 你就可以把這邊封起來 加個光炮 然後試礦再開這裡 這張圖也算是一張大圖 尤其這張圖還有一個很奇怪的點 就是 他這個瞭望台這邊有黃金礦 他這個礦 他這個 不知道要怎麼挖 他這個打掉之後 還是 他這個應該是 設計成打掉之後 他這個瞭望台會壞掉 他這個瞭望台應該會壞掉 然後 再把這個打掉 你就可以正常挖了 反正是有病 這設計得到我在想什麼 然後 這張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 他這邊這個水 還是可以蓋建築 他這個水 買鬼雷的時候 我預計 估計是看 估計是看不到 這個肉眼應該是看不到 他這個買了很高機率應該是會看不到 所以到時候 然後 而且 從中間這裡順順的走過來 好像 只不會往這邊走 就他可能會埋在這個 要經過這個道路上 可能就看 可能就很容易就不要一直中鬼 他會往中間繞 所以如果你是往 點他惡況的話 這裡很高機率 我覺得應該會被賣 會被賣 賣鬼 真的耶 他這個也太白癡了吧 不知道是誰設計這種東西的啊 他這裡還少一個瓦斯場 12345678 8個 然後二礦 這張圖真的是一張 大圖 然後這裡 紅紅 然後這裡的話 一個宇宙點位 這裡 這裡也有 但繞過來這裡 這裡應該打到 然後這裡的話應該也可以挺 這裡的話應該是 這裡如果是 人打蟲的話 可能我都會被駕打客 但這張圖 這張圖我覺得神族應該是 會太難打 但就是很大 就 可能 居向少衛 就相對就沒有 那麼有用 在進攻 所以就是 地底 打高低 應該坦克防守起來會蠻強 但是這張圖 動作很大 所以 所以 可能會攤開來 在外面打 可能會被左右拉 這張圖的 三礦 四礦 其實 到 六礦的時候 就很大 這張圖應該會打到五礦六礦的距離 然後他這個 遼望台的神族也用不到 遼望台的神族也用不到 遼望台的神族都設計給 另外兩族在用的 然後 這張圖的腹地就是 正常 只是他這個 彎來彎去的 在攔截空頭的時候 可能 就比較不好攔 差不多就這樣吧 這張圖也沒有什麼 太特別的地方 就要注意這個 這個水痕應該是我 我 預測是應該是 他不到鬼了 然後這個 石頭掉下來 可以把遼望台雜暴也是 很吵 好了 那介紹 應該就到這邊了 最後說一下 我覺得 拿一張神族會想ban 我覺得應該是 這一張 因為這一張的 附地點 他附地這裡實在太大了 第二點是 他這個外面 交戰的點 都太寬 太寬 寬廣了 對神族來說 應該是不好打 如果七張要ban一張的話 應該就是剛剛 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這一張 好了 謝謝各位的收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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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